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天狼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使你的一盆月戟变成很多盆 那么这样呢 首先我们要学会牵插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牵插 牵插我们首先要准备好牵插的机制 牵插的机制 建议大家用疏充透气的 一定要保重它的透气 那么材料有什么 常用的像芝石 珍珠眼 泥炭 铁康都可以 那么你也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回合在一起 根据你自己的取材条件来说 那么第二个就是选取它的枝条 枝条我们一般要选取半木质画 所谓半木质画 你要不容易分辨的话 建议大家花刚蟹 就是说我这花刚开 或者是花刚蟹 这阶段的枝条是最理想的 取这个枝条 我们一定要今年新长出来的这个新枝 而不要下面的这个老枝 然后枝条取好了 我们要把枝条 这个给它剪成一段一段的 剪成什么样呢 我们看这是一片叶子 两片叶子 我们在下面这片叶子下面的一公分的地方剪掉 上面叶子也是在一公分的地方剪掉 这样 把这下面叶子给它掰掉 记得一定是掰掉扯掉 而不是剪掉 然后上面这一片完整的叶片 由于我们越界的小叶子 这小叶子一般是五到七个 我们一般把最大的这个剪掉 保留四个就够了 那这样 然后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机制给它插进去 插多深 一般的原则是稍微浅一点 容易发根 稍微深一点 发根会慢一点 所以说我们插的深度是 只要它不倒就可以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插完然后浇上水 浇上水 放到哪里 放到早晚能晒到点 闪色的阳光 那么中午一定要被 把太阳遮住的地方 就是两个花盆中间的空隙就可以了 然后只要保证叶 这个叶片不被太阳晒干 盆土不干 定期的喷喷水 沙沙水 这样差不多在十四五天 你就成活了 就会发根了 发根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晒太阳 然后根看长满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移栽了 千叉其实并不复杂 就这么简单 这里再给大家解答几个小问题 第一个 是不是全年都可以做千叉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来千叉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长季节 它是带叶子的 带叶子的是春天开花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冬天落叶之前 都是可以做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在夏季温度达到35度以上高温的时候 不建议尝试 这样的失败的概率特别多 所以说一般选用早春或晚秋 成功概率比较多 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记得点关注 我是天狼 我们下次再见 先去设计 吧 同häng 全年 事件 除函